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破财 破财的人来讲他就不能经商嘛 当然可以 破财可以经商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我们所讲的破财是没有变好的破财 没有变好的破财 原本你本来就是富裕财 结果你变负二财 只会更烂而已 我们讲的破财是说 你原本是破财 你还是一样是负一的 或者你原本是破两财 变成负一 这个叫净财 因为少变多 他就是叫净财 虽然他还是破 没有错 所以我们所讲的 并不是这一种加重的 这个只是这个是真正的破财 像这一种的是他的特质 有破财的基因可能维持在那里 或者是减轻了他破财的基因 所以这一种的不列入我的考虑 我们所讲的是这一种维持的项 这种维持的来讲 他要去经商 你要记得他 最好要找人 合作 他最好要找人合作 而且他要怎么做 他不能够掌权 因为 会在经商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 主导者 然后他来 他来规划说未来呢 我们要怎么去走 这一个 权力呢 就不是给破财的人 因为他破财嘛 他本来财运就不容易好 结果你还叫他呢 当老板 各位啊 你要了解啊 那整个方向会乱七八糟的 所以破财的人跟人家合作的时候 他不要当主管 他不要当一把手 他当二把手 什么叫二把手 在人家底下做事 权力给别人 权力给别人 你要不要解 老大给别人当 自己当老二 老二哲学 就是给这些破财的人 很好的地方 他们永远不出头 不出头 为什么不出头 因为 我破财 我所做的决定 都会走向财运不好的这一块啊 那问题我经商是要干嘛 我经商不是要做功德 我经商是要赚钱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破财的人可以当 老大吗 他可以当决策者吗 当然不行 所以当你了解你是破财的人 你跟人家合作的时候 你就当老二 乖乖的 然后老大一定是要有财运 所以这边你要知道 你的合伙人不能够跟你一样是破财的 只要合伙人跟你一样是破财的 那两个人就是手牵手跳爱河 一起下地狱而已 所以你一定 合伙的人 你一定是要找一个财运很强的 他财运要好的人 因为财运好的人当老板 OK的 没事 为什么 你要知道当老板的人 我们就以三国来讲 刘备很厉害吗 刘备论武力 绝对输他的那一些手底下的猛将 张飞 赵云 关公的 论智慧 他旁边有那么多智将 还有一个诸葛亮 可是 为什么他当皇帝 这一些那么有才华的人都听他的指挥 因为刘备有运 了不了解 刘备有运 有运 有运的人他 人家给他的建议 ABC他随便选就会选对 你没有运的人 ABC就算里面三个 里面有两个很好 他就偏偏会选到最烂的那一个 带领大家一同灭亡 这样子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当老大的人 他必须要有运 因为他的 他不一定他的能力都比人家强 可是他 他底下的这一些 能高手 人能来跟他提供建议的时候 他最少会选出一个最棒的那个 你不要解 因为有运 会选到一个最棒的决策 没运的就选到最差的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你是破财的人 没有破财的人 他怎么办 你就是当个将军 这样子去冲锋陷阵 然后人家跟你讲 我们要做什么 什么样的方向 怎么样的规划 好 ok 人家讲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就好了 在人家的眼里看起来 你也是合伙了 但是你没有在 你就是听人家的话 这样就好了 不要去想说我要当老大 我要掌权 一旦当你当老大 当你掌权的时候 因为你本身的八字就很差 很有可能 就会带领你走向灭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就帮我影片点个赞 或者是关注我一下 你们的这些行动 会对我 是创作上的一个原动力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